圣经的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教导我们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 免得他们灰心丧志 因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我的儿子从纽约回到家里来避疫 我和太太对儿子这次回家 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很期待 放心是因为他不会受到纽约疫情的影响 期待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劝他 不要继续创业了 回去找个有前途的公司上班好了 我是一个退休的博士工程师 又是一个开过公司的人 多年来的理工训练和工作经验 把我塑造成会解决问题的人 我勇于计划也乐于执行 而且有必要的时候 会像推土机一样弄得天翻地覆 在家里也是一样 往往还没有等太太或孩子说完 我就开始想要怎么替他们解决问题 还没有听他们说问题在哪里 我就已经提出了一二三个解决的步骤 可想而知 这种做法对处理亲子关系不是很有效的 我发觉了一个道理 解决工作上的问题是要讲效率 要表现领导力 但是解决关系上的问题 要靠时间 要表现关心 就像英文有一句话说 我不管你说的多么重要 如果你不在乎我 我也不听你 另外还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也听过 没有不花时间 就建立起来的关系 今天我要谈的是 花时间对孩子表示关心的一个例子 我过去的经验是 一问起他离开会计事务所的工作 去开创的服装公司 就感觉我们的理念上差异很大 他走的是品牌路线 就是branding 我靠的是 他靠的是社交群体中的影响力 让人家给他赞 而我想要他走的路呢 是销售路线 就是sales 我注重的是 白纸黑字上的销售数字 我承认不同的年龄层的人 会出现所谓的代沟 就是generation gap 但是呢 做生意不应该有这种理念上的差距啊 既然理念上有差距 我们就要谈 要辩论 要取得共识 才能谈下一步要怎么做 这一次我和太太做法是 自从儿子回家开始 就决定尽量不说我们的意见 认定了 我们就是要让他感觉到家的温暖 而愿意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